目前中影投资的大片《狼图腾》正在紧张拍摄 冯绍峰与斗霄这两位相差十岁的明星因在片中的合作 在生活中也成了好哥们 作为晚辈的斗霄 不仅要和前辈学习演技 也要偷学一些明星如何摆谱之类的技能 由于阶系较多 斗霄的名气渐气 而他缺乏的就是与名气相呼应的形同 日前 斗霄在冯绍峰的陪同下去看车 保时捷 原因很简单 冯绍峰开的就是保时捷 位于海淀的保时捷中心 因为贵客的到来拿出了120%的热情 不仅是中方的销售顾问倾讨而出 笑脸相迎 甚至惊动了外方的总负责人亲自出马 接待这对值守可热的大明星 此时冯绍峰分别扮演甲房和乙房的双重身份 一边与店里的负责人了解最新型车款的性能价格 一边向斗霄做出推荐 经过几款新型车的对比试驾 斗霄和冯绍峰的脸上都露出玩意的笑容 娱乐99张礼报导